那我们继续了 刚才我们就讲到就是这些partition的所谓的 我们给的那个函数要定义law sum 我要再来一次 我们给的那个函数 这个线段我想求是曲线底下的面积 先有一个partition 再有law sum跟up sum 再取law sum的supremum 就是我们的lower integral跟upper integral 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他们相等的话 我们就说这个函数是可积 而且这个积分就等于他们相等的那个值 所以有一定的流程来去做的 好 比如说我这些partition 刚才有同学问到就是说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那这里呢我会给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你i是01的你的p1呢可以是这个样子 0 3分之1 3分之2 1 那这个是p2 这个是p3 那很明显就是说这个p1呢是包含着p3 换句话说p1就是p3的refinement refinement就是这个意思 那但是p1、p3跟p2呢就没有什么成熟的关系 我们就不知道p1跟p3我知道就是说大家的law sum来说p1的law sum又比较大 up3会比较小但是呢对p3来说对p2来说我就没有能够断定他的那个law sum跟p3的那个大小的关系 那我再举一些例子来让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那个常数函数 那你的你的对于任何的partition 我另p是随一个partition 随一个partition 那 那 我有什么呢 我有它的law sum跟upper sum 就会是等于什么 就是那个对于这样子的一个f呢law sum跟upper sum 事实上都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小m呢 我应该这样子说 对于这样子的这个law sum 它的小m呢小mi跟大mi 因为它是常数函数 因为它是常数函数 所以在每一个线段上面呢 它的那个supremum跟infremum都是自己啊 它就是一个常数的函数 所以我的law sum呢 是等于summation的c delta i 就相当于是这个 而我们前面已经有做过类似的 delta i的总和根本就是整个线的总和 现在呢我的i呢还是等于01 譬如说 我当然可以用别的 是这样 那 所以 就是等于c了 那同理呢 我的upper sum呢 这个大mi也是等于c啊 那 所以这个和呢 是一样的 所以任何点的law sum都是c upper sum也是c 任何partition的law sum都是c upper sum也是c 那 所以我就有呢 你的law sum的所谓的supremum this is true for any this is true for any for any partition for any partition true for any partition p 那 所以这个law integral呢 当然是等于c啊 在01上面的 那就是等于这个upper integral 因此呢 我就说f是可记 s is integrable on01 而且呢 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是什么 这个c dx 就是等于c 我就找到一个积分 我就找到一个积分 ok 好 第二个例子 那个是最简单的 一个 所谓的non-trivial的函数 常数是最简单的函数 第二个最简单 当然就是px等于x 我的i呢 还是01 那我也是讲upper sum跟raw sum 那这个是一个 你可以随便一个partition 你知道就是说 那个 那个大mi呢 一定只是右端点 小mi一定是左端点 那 但是那个值呢 是看你的x怎么算的 就是说你的点是怎么取的 所以 我们的要找这个law integral 跟amp integral呢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做法 是这样子做 我们选取了一个特殊的 一个partition 就是将这个01呢 平均 平均分成n分 这里总共是 总共有n格 每一个的长度呢 是刚好是等于n分之一 你的xi呢 就是等于n分之i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 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实际上有个名称的 叫做所谓的 regular partition regular 就是将你的 你的长度呢 你的线段呢 是平分 那我们会看到就是 regular partition 将来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我们整个理论里面 好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regular partition 我的那个upper sum跟law sum呢 就不难找出来 我这个大写的 大写P 那或者是草写P 我应该这样子写 这样子讲 这个是草写P 好 那它就是右端点 在这里呢 在这样子对于这个partition来说 这个mi是多少 就是xi 然后delta xi 是这样子 你是右端点 那 在第i个区间呢 它是 就是x的i-1到xi 我不写了 那就是从1到n 我们的求和的方式呢 是这样子 那 在这样子一个特殊的状况呢 它就是等于 事实上就是 n分之i 再乘于n i是从1到n 那就等于n平方分之1 或者是2n平方 然后n n加1 那这个i 从1到n 求和出来呢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 约掉以后呢 就是等于2n分之n加1 我这里 我这里 可以写的 好一点 约掉以后 约掉以后 就是等于下面那个数 那 这个Law Sum呢 也可以类似的方式去求 因为它是 x的i-1 delta xi i是从1到n i是从1到n 那 那 那 然后 那个 总和呢 类似就是 两个n平方分之 那个 这个和就是 我这样子说吧 所以是 所以是 i-1 除以n平方的 求和1到n 所以是 是 我想 我想 不多写了 选出来呢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 你 你那个 i-1呢 求和相当于就是说是 从1加到n-1 那 所以那个总和呢 是 2分之n 乘以n-1 那约掉一个n以后呢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不好 好 这样子一个状况呢 我们就有呢 就是说 这个 Law Sum 当然要小于等于Upper Sum 我们前面的定理呢 已经说好了 而一方面呢 每一个Upper Sum 比起任何的Petition 都要来得小 而现在我这个Upper Sum呢 是等于什么 对于这个Regular Petition pn来说呢 它是等于 2n分之n加1 那 当n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 这个当然是去向 这个 这个很简单的 数列的Limit 就是去向2分之1 左边 一样就是 它是大于等于我的 Law Sum 那 而这个呢 是等于2n分之n-1 看起来是有一点差异 可是当n去向无虫的话呢 那 这个是 也是2分之1 那 这个Law Sum 是一个数 它是大于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n 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它就越来越接近2分之1 那我们Limit的那些理论 就知道 这个Law Sum 一定要大于2分之1 Upper Sum 小于这个 KickLimit以后呢 2分之1 所以 你这里 就好像一个夹器一样 就迫使 这个Law Sum 跟这个Upper Sum 一定要等于2分之1 不然的话 它们是两个十数 夹在两个数列中间 那你可以说是 这个是夹基定理 那 因此呢 我就有呢 就是说 这里一夹 我就知道 就是说 这个Law Sum 跟这个Upper Sum 就是要等于2分之1 那 这个当然就是 等于我们的 这个 01 xdx的积分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 知道它是 它就是 这个积分当然觉得2分之1 那我就是说 这个AFX 等于x呢 是 是 Integrable on 等于1 那 我 为什么要做这些例子 就是 要让大家一方面 了解我这个 这些理论 这个理论 你可以说是 你现在都会了 都会积分了 你了解这些干嘛呢 不是的 在你了解这个 你为什么会知道 这个积分一定就等于2分之1 就是因为 微积分基本定理 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起 微积分基本定理 没有关系 我等于会去点名的了 那 所以 你不知道 微积分基本定理 那 现在我们还没知道 微积分基本定理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是 我们现在呢 事实上是一步一步的去接近 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 可以这样子说 有没有问题 那 这个还算简单的 我是说 AFX等于x的积分 在01上面的积分 还算简单的 如果是任意的 A B区间呢 也是 不会太复杂 事实上是复杂一些 但是还是OK的 但是如果你在看 这个 这个 如果我现在考量的就是 这个 第三个例子 AFX等于x的随便的k方 譬如说 二方三方 那你看看 我一样可以有一个regular partition 如果我这个是一个k方 我一样有一个regular partition 那我这个核呢 就是等于 xi的k方 的 这个所谓的up sum 因为都是右端点 这个是递真的 那 好 这个核就不一定对了 它是一个核式 就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 好 那个delta xi 还是n分之1 可是xi的k方呢 就是n的k方分之i的k方 i是从1到n 我们要求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 好 换句话说 我的up sum呢 是要求 ikn的k加1 i是从1到n 是这样子 那如果k等于2 甚至等于3 这个核呢 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出来 这个大家都学过嘛 就是 如果k等于2的话呢 这个是六分之 就是 这个 i平方和 就是六分之n的 就是n n加1 2n加1 6n三方 如果k等于2的时候 如果k等于3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做 那就是 四分之n的四方 然后呢 就是n平方 n加1平方 对不对 好 这些我们都学过 那tick limit 还是有一个数 那law sum呢 也可以做 这个是还OK的 可是你再下去呢 四方 五方 六方 那就麻烦了 勉强是可以做 但是 好了 任余的n方 我们的公司 有这么简单 任余的k方 都知道就是 你从01 寄任何的k方 我们知道是k加1分之1 这k加1分之1怎么来的 你就是靠微积分基本定理来的 那 所以 要了解这个 现在就是说 要让大家了解这个困难 当初做积分的时候呢 比如说 费马之类的人 就做了很多 做了二方三方 就是利用这个黎曼的 黎曼的那个 这个想法去做 就这样这个积分 但是一个一个做 非常辛苦 现在呢 我们一学整个公司 随便的x的n方 我都可以积 那那个方便程度就是 差天共地了 对不对 差异非常大 那 所以 接下去呢 就是说 我一句话 就是困难 就是困难 所以我们就是要 想一些别的办法 就算是困难呢 就算 我要算出这个答案是困难 就算是我要判断 这个函数是不是可积 可积那个部分呢 我都觉得有困难 那所以呢 我们就有以下的 一个所谓的积分的判别法 它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产生的 而这个积分的判别法是 是重要的 好 这个重要的判别法 好 那这个就是定理 4.4 好 我们叫做 Integrability Criteria Integrability Criteria 如果没有记错呢 教科书是 是将它作为积分的定义的 那 但是大部分的书都不是这样子 大部分的书都是 low integral等u upper integral 那然后 然后呢 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a 是怎么样子 是一个等价的定义 所以呢 那 书上也没有错 那 它是onAB 弱且为弱 它是弱且为弱 弱且为弱 什么样子 随便一个ε大于0 你看 又来了 这些所谓的无穷为量 那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partition P 使得 upper sum 跟low sum 那个差异 upper sum当然比low sum大 但是 大的很少 原来它就大于等于0的了 这个一定的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 如果我可以找到 对于任意的ε 我可以找到一个partition 使得upper sum 跟low sum的差异 就小于这个ε 如果这个任意ε 就做到 则 这个就是可计 这个就是可计 那 我们先用吧 先不正 看看它好不好用 它只判断可计 计分是什么 没说 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 我们就利用它来看 比如说 第三个example 你的fx是等于xk 你的upper sum呢 我考虑就是 这个pn 就是regular partition 不写那么多了 regular partition 我的pn 我已经讲了 就是减掉qn 再来一次 我的upper sum 减掉我的law sum 对于pn 这个position 我知道就是 这个是等于xi k2 k2 delta xi k2 而low sum呢 是xi-1 k2 delta xi 那我们是尝试用一个 一网打进的方法 随便一个k k是一个正整数 那 那 因为f是这样子的话呢 它是一个递真的 那 所以 它的 大mi 就是 右端点的函数值 小mi 就是 左端点的函数值 对不对 所以这个差异呢 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那 而delta xi 是什么 delta xi 是 n分之一 这个我们知道的 是n分之一 然后 所以我可以求和 我倒不如再写一行 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 我这个和呢 我当然可以给它合并 i 是从1到n 我给它合并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 好 所以刚才已经说了 delta xi 事实上是 你的xi 在这个pn里来说 你的xi就是等于n分之 n分之k n分之i 我现在是 还是在01上面去考量 所以 我得出的这个差异呢 事实上是等于n分之1 这个delta xi 就是n分之1 然后这里呢 我可以因式分解 因为k是正整数 我还是可以做因式分解 那就是将这个xi 跟xi-1 拿出来 那那个不是就是delta xi吗 delta xi定义就是这个 所以 我有一个平方 还有另外一个n分之1走出来 剩下来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xi的k-1 再加xi的k-2 xi-1 加xi-1的k-1 就是一串的 这些xi跟xi-1的那个核 是这样 当然啦 那个核事实上我是知道的 这个核我是知道的 这个核我是知道的 要小心喔 要小心 然后i是从1到n 应该要这样子看 好 然后呢 现在呢 我就用一些不等式来去处理它 是这样子 我只需要它小于ε就够了 就是可以任意小 那现在呢 我这个n是随便的一个大数 那我譬如说能够做到它如果小于n分之1 那就OK啦 那n分之1可以任意小 只要n够大的话就OK啦 所以我就可以做下去 每一个 我说每一个都小于1 这个没有问题嘛 xi跟xi-1都是在01之间的 我的区间是01 我的i呢是在01 我的xi呢都在01 所以它每一个都小于1 所以总共有多少个 这里呢 总共有 从这个k减一方到零方 所以呢总共有k个 k个除于n平方 然后呢 i是从1到n 再加一个n个 所以是等于n分之k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那k是固定的 可是n却可以是一个大数 我可不可以让它小于ε呢 当然可以啊 对于每一个ε大于0 我就let 这个n呢 是比起ε除以k 要来的大 这个阿基米德 告诉我们一定ok的 那然后呢 意思就是说 n分之1呢 这个放在右边 就是小于n分之k 就是小于ε 那因此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pn 它的upper sum 跟它的lover sum的那个差异 按照上面所说的 就是要小于等于n分之k 利用上面所说的by above 那然后这个按照我的设计 那就是满足了我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a 因此 就是那个f呢 是f等于xk呢 是integrable 201 好 事实上它在任何的一个b区间 右界b区间上面都是可记的 这个我们都清楚 可是这个积分是什么 这个方法没减 那 这个就是要我们 得到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以后呢 才有办法解决的 ok 所以它的功能目前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但是我们已经进一步了 现在呢我们整的东西呢 都是一个非常紧的一个了解 每一步呢都是清清楚楚的 没有什么模糊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这套理论的优点 好 怎么样子去正这个定理了 我给了这个例子以后呢 我就可以去正这个定理 好 Proof of 4.4 反回来呢 事实上是简单的 给定了任何的epsilon 我都存在一个p 使得ufp 减掉lfp 是小于epsilon 换句话说 ufp 所以upper sum要小于lower sum再加epsilon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弄一个一些不等式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大于等于upper integral 我们是infermum呢 upper sum的infermum 所以 当然比较大 我们 lower integral 是lower sum的supremum 所以是这个样子 换句话说 upper sum upper integral 扣掉lower integral 我将这个东西再调回去左边 就得出这个东西 它要小于epsilon 却要大于0 是不是 本来就是upper integral 要比lower integral大 这个是前面已经知道的 你可以说是4.3 我们已经知道的 所以 而这个epsilon是任意的 这里partition已经不在了 我不管什么partition 已经不在了 这两个是数 这两个时数相减 是大于等于0 小于任何小的epsilon 那这两个数 能不相等吗 不行嘛 对不对 它一定要相等 你也可以说 这个epsilon等于n分之1 然后将n拉向0 你用什么方法都ok的 这两个 这个是时数 它是小于任何 它是正数 小于任何的 小的epsilon 那结论是 就是f integrable 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on 这个字不太好念 那本来就 不是那么难的 他们要很接近 意思就是说 他们跟那些upper sum 跟low sum 是很接近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返回来呢 也不是说非常难 随便一个epsilon 那by definition of 这个supremum and infremum 我们都存在一个pe 使得呢 就是说 我这个 我现在先看upper integral 我应该这样子说 upper integral是它的infremum 好啊 我用low integral来看吧 low integral是一个supremum 所以呢 它小一点点就不是supremum 对不对 小一点点就不是supremum 我们就有一个 是小一点点就不是supremum 这个是low integral 它小一点点呢 它小一点点就不是supremum 它小一点点就不是supremum 同理 这个一点点呢 我用二分之epsilon 同理呢 我的upper integral 它是infremum 它是 它是 就是这个样子的 积分ab 然后呢 积分上面呢 有一个横 表示它是upper integral 那它是infremum 最大的下界 所以呢 它再大一点点呢 就不是下界了 换句话说 就是 它就是 有一个upper integral 还要比它小 是这样子 它不是下界 那所以 就 就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川普做完了 我令p star 是等于p1 unionp2 利用这个4.2呢 它说什么 我的p star呢 就是lp star lfp star 就要小于等于ufp star 而 ufp star 就要小于等于 ufp2 那 然后 因为它是它的refinement lfp1 又小于 越refine low sum是越多 越大 upper sum是越小 就是这个东西 那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 我的 这两个差异 这两个差异 就要小于等于 外面的两个差异 是这样子 那 就要小于等于 对不起 是小于 绝对小于 就是 这个upper sum 是比这个小的 low sum比这个大的 所以呢 差异呢 就是 这个扣掉 upper integral 扣掉low integral 然后那些epsalons呢 是补回来的 两个相加 就是 刚好就是 一个epsalons 然后 这边 我再补一个 upper sum 永远都是大于low sum 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结论 我们来看一看 我事实上要做什么 我是不是做完了 我做完没有 你们觉得呢 我做完没有 搞着搞着就混了 是不是 我现在要正什么 我要正如果它是 integrable的话呢 我只有一个partition upper sum 点low sum 小于epsalons 现在我做出来 upper sum 点low sum 是小于 这个扣掉这个加epsalons 做完没有 为什么 谁说得出来 谁说得出来 我做完没有 蔡典杰 你说呢 这两个一样 很好 这两个一样 事实上 它是integrable的话呢 这两个是要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一样啊 我得出 有一个partition 它这个当然是partition 这样子定义还不是partition 它的差异 是绝对小于 epsalons 这个就是 这个是随便一个epsalons 我都做到这个事情啊 所以又是一个填充体 跟我们正limit的那种想法 有什么不一样 精神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要学学这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integrability criteria 我的在这里是一个p 那在那边呢 我们用p star去表示 这个特殊的partition p 所以就正完了这个命题 那今天呢我就来到这里 我们呢就是介绍了这个 积分的一个基本的理论 这个理论呢 将来这个架构呢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 微积分基本定理 以及于所有积分的一些性质 积分要有很多不同的性质 那譬如说 你以为这个很好真吗 如果我这个线段 的积分 我将它切成两片 一个ac一个cb 那它的积分就是等于各自积分相加 这个也不是那么好振的 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理论才能振得出来的 那还有 连续函数是不是可积 如果连续函数可积 就简单啊是不是 那或者是它只是断一个 断一点 那也可积啊 我将它分成两段 就是基本上是利用这个想法 就每一段都连续就可积了 但是要这个对啊 那这个对啊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都需要用到这套东西 几次去看它 然后来说明 他们确实是成立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